那時候我的想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個名牌不知道六萬又怎麼樣 我就算買了一個薪水還剩四萬塊 一樣比正常上門主都還來得多嘛 所以當我賺的比我設定的比較對象多的時候 我就會認為那是我的bonus 所以我亂花錢也沒有差 為什麼小資族反而喜歡亂花錢 前天有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他說他之前的工作月薪差不多是六萬塊錢 因為現在被其他公司給挖角了 薪水硬是漲了四萬塊 變成了月薪十萬 當時我們剛好在決定說晚餐要吃什麼 然後他就說啦 之前月薪只有六萬的時候 因為他也還沒有成家立業 所以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現在多了四萬塊錢 就算大吃特吃好像也花不完 那我就跟他分享 我現在自己一個人吃飯的時候 絕大多數都還是吃一個八十元的便當 有時候甚至會因為自己多點了一杯飲料而感到愧疚 然後有一餐就選擇只吃泡麵 他就好奇問我 就是我現在賺的錢可能是他的好幾倍 就算我一餐吃個一千塊 一個月也才九萬塊錢 事實上只佔我薪水的幾分之幾 那麼為什麼我們還要這麼小心翼翼的去花錢呢 於是我思考了一下 究竟小資族有時候比富人來的 愛亂花錢的原因是什麼 我認為原因出在 比較對象 追求目標 以及賦予金錢價值能力的不同 什麼是比較對象 首先你必須要認知到 好跟壞 高跟低 通通是經由比較的來的 我當時就回想了一下 就大概在我剛畢業的時候 月薪其實也差不多是十萬塊左右 那時候我就像他一樣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當時因為身邊有朋友開精品店 所以也買了不少名牌 那時候我的想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個名牌不知道要六萬要怎麼樣 我覺得買了一個 薪水也還剩四萬塊 一樣比正常上賣族都還來得多嘛 會有這樣的想法是導應於我認知到 在剛畢業差不多22歲的這個年齡當中 大部分人的月薪 差不多是三萬塊左右 而一般人會傾向把比較對象 設定為同才 或是同年齡層的人 所以當我賺的比我設定的比較對象多的時候 我就會認為那是我的bonus 所以我亂花錢也沒有差 再來是第二個 追求目標的不同 首先你必須要理解 月齡五萬跟月齡十萬 在生活的本質上 並不會有什麼重大的區別 你可能會想說 五萬跟十萬中間差了五萬塊 怎麼可能會沒有差 那我以我自己來作為例子 我在還是大學生的時候 月薪其實差不多就是五萬塊左右 當時我明確的知道 我人生第一階段的目標是 買房買車然後成家立業 當然這跟我一波三折的家庭背景 其實有關啦 導致我向往成立一個幸福的家庭 那我們現在就姑且不談 但當時我算了一算 就是月薪五萬塊錢 在台北市租一個最便宜的房子 也要一萬塊 所以扣掉房子我剩四萬塊 然後我一餐吃個一百元 一個月也差不多就是一萬塊左右 扣掉餐費我還剩三萬塊錢 那我還要講電費啊 通勤費啊 健保費啊 還有管理費等等的 好扣一扣 最後差不多剩兩萬塊錢 於是我一個月存兩萬塊 那你可以算一下 總共要存多久 才能夠買一間房子 假設我要買的是中古屋好了 價格一千萬 用青年貸款待發錢 換算一下 頭期款可能要兩百萬左右 好我總共要存一百個月 也就是差不多八年的時間 才能夠存到兩百萬的同期款 接著還有後面的八百萬啊 所以我要完整買下一間房子 在最糟糕的情況之下 我要存五百個月 換算一下就差不多是四十一年左右 假設我當時是大四 二十二歲開始存錢 也就是說我在 63歲才能夠完成我人生第一階段 買房這個目標 那麼如果我月薪十萬塊錢呢 扣掉剛才三萬塊的雜資 一個月存七萬塊的話 總共要存多久才能夠買一間房 一千除以七等於 一百四十二個月左右 差不多是十一年吧 也就是說如果大四二十二歲開始存錢 差不多三十三歲能夠買到一間房 但事實上月薪十萬的生活開支 真的會像月薪五萬一樣 只有三萬塊錢嗎 基本上不太可能的 因為我剛才說了 比較對象的差異 會讓你覺得亂花錢也不為過 但如果是月薪五十萬 跟月薪十萬 追求目標就有差別了 因為你會發現買一輛國產車 不過只需要忍受兩個月的慾望 一個月存四十萬 兩個月就達成了 買方也一樣 兩百萬的同期款 如果是一個月存四十萬的話 我只要花五個月的時間就可以存到 接著你只需要再存二十個月 就可以買下人生的第一間一千萬的房子 從無房到有房 不過只需要花兩年的時間 所以當買房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並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的時候 我就會認為啊 我現在的所有舉動 都深深地影響著 我跟這個目標的距離 這也是為什麼 我那天和朋友吃飯的時候我就說啊 不要每次我們見面的時候 都吃這麼貴的東西 因為你覺得你是在吃一碗三百元的拉麵沒錯 但我覺得我是在吃一碗三百元的房子 因為我花的所有錢很直觀的讓我離這個目標 又更遠了 因此 我也更在意自己的每一個舉動 在每一件事情上 相較於當時月薪只有十萬的時候 會更 極盡可能的想要省錢 那麼你可能會問 如果我現在月薪五萬塊 我是不是一輩子就不該買房 又或者我要怎麼樣讓自己能夠有能力買房呢 好這就要講到最後一個我認為 為什麼小資族有需要比富人來得更要亂花錢的原因了 同時也是有錢人自除有錢的原因 就是賦予金錢價值的能力 為什麼富人比較不容易亂花錢 是因為他們具備賦予金錢價值的能力 因為他們認知到 金錢的價值在於有效利用之後 未來能夠製造利潤的總和 而不是現在所見的表面價值 實際的影響是 如果吃一碗三百元的拉麵 我其實更傾向購買一本兩百三十元的書 然後用剩下的七十元去解決一餐 原因是因為當我讀完了這本書 這個兩百三十元的票面價值 所兌換來的知識量 或許能夠幫助我在未來創業或工作上 能夠有更突飛猛進的發展 而這個金錢的票面價值 就不會僅限於原來的價值 而是未來製造利益的總和了 所以要如何解決愛讓發錢的問題呢 好 統整一下 第一個是 不要把比較目標設定為 同才或是同溫層的朋友 而是要合你同年齡 帶著比你出類拔萃的人才 第二 不要將享受更好的物質生活 作為是你追求的目標 而是想辦法賦予金錢價值 讓金錢的價值 僅限於票面上的意義 收入出 Pulau 注入文書